天黑请闭 天黑请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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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没啥 我就上镜表达一下歉意 道个歉 然后过了 12号将其发言 我还真想过晚上验你 但你都当我验了你是精髓 我听9号挺好的 早知道我就验他 我很怕验出来是吧 但不重要 我觉得另外一个精髓更猛 2号 我验了20精髓 为什么验2号 答应过贾森猪 帮他站队一次边 我上次做到了 希望这次也能做到 这一次 应该没有狼王的板子吧 应该没有狼王 是梦魇 这个警徽估计应该是没有了 警徽估计是没有了 因为首先 90的战边能力 有目共睹 好吧 然后 不 1011 对不起 说错号码 然后7号的冲锋能力 有目共睹 但是我今天赢一手 胜天板子 7号玩家赢不了 没警徽 我也不怕 当然我也不怕 如果你是老孟眼子 那我就没有办法 但凡只要你不是孟眼 我们还有机会 我验2 新都立成 你刚才已经说了 那我警徽留 就10 11顺验 我觉得9比较像好人 所以的话他如果 9可能我保错他 对吧 所以我就 1011顺验吧 别的没有了 第一个发言的预演家 新陆立成 景徽留 对前周围的 8我不知道 因为8给的身份是 1011不认识 对吧 说实话 听完他们的发言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更别说 我刚才一把我是狼 我到出局了 我都不知道 11是女物 我以为他是猎人 所以我跳的猎人 因为没人补猎人 那么10肯定出局了 我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你跳猎人 我还在嘲讽你了 我靠平民跳猎人 然后你说你是真猎人 然后你还喷我 你说我什么装杯 我真以为你是平民跳猎人 因为你猎人不归我 我开枪不能打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铁平民 我还在嘲讽你 你是真女物啊 刚才 玩得很好 2号我就一个要求 站边 好吧 就站边 不要说 你可以说我是或不是 你不要说你不知道 好不好 行不行 这种可以吧 你就可以说是或不是 我都可以认可 因为你是我验的精髓 你说我哪里不是 我给你解释 你说我哪里是 那你就站对边了 好不好 真的 我钢铁预言家 我像我这个发言狼 基本上也都会倒勾我 所以你准备吃井辉 我是说如果井下有倒勾狼的话 过了 1号你还请发言 我是觉得12发言的时候 2给的反馈 好像22是不见面的 但是你要说这个 我是一个 其实我要玩好人 我是一个比较 比较传统的玩家 上轮确实是 混子嘛 所以那么玩 对吧 我拿好人 包括玩狼也好 都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我肯定还是要更新的 这轮肯定是还是要 笑得那么开心 6号玩家 什么意思啊 要跳 是吧 我预言一下6号 12号对跳 那你说12号 他哪里不是呢 也没有 也没有听出来 哪里不是 但是他压力2号这个点 你们可以 2号你可以想一想 因为你肯定也要更新 你如果是个好人的话 你也要更新的嘛 你不能就说 听了他一个人 就是是或者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们想一想 他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他 有一个小的瑕疵 就是他说 8不知道 但警惠率有10 11 这个东西他可以圆啊 他说锦下宴 可以圆 但是我要在那位置 我锦上听了 谁不知道 我就先把那张牌开了 可能每个愿员家的 和每个愿员家的 这个艳人的 艳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但是我不能拿这点打 他一定不是 对吧 所以还是要再听一听 前纲后放 过调 2号的请发言 我站边12 然后就站12了 后面跳吧 然后虽然上次你说这句话 让他答应他 他教我站边是你平民 给我守卫发叉沙 我先站边你啊 你不是让我教站边吗 我教了 1号不是能保 对吧 1号我还没发言呢 他开始给我找步了 说我还没听过发言呢 然后我肯定听完对跳 对吧 他开始给我找步了 然后所以没放下1号 在前这位 他自己保的9号嘛 虽然我这个位置肯定不能保证9肯定是老 9肯定是好人 但是他愿意保他就先保着 我觉得他还行 但是如果后面 如果真的是他在骗我 后面原家 那个啥的话 警下再说 警上听完12发言我站边12 然后10号11号 你哪知道他俩肯定是好人呀 你说10号11号的站边有目共睹 7号是狼怎么怎么样的 我只是跟你表达不一样的观点 但是我没有不站边你啊 这边要够 3号呢请翻译 我觉得12钢铁不是啊 然后2号你也是有狼面的嫌疑 因为我从12 小人第一对于7号玩家 黄柔东都太大了 而且前这位发过言的 8号在顶上是吧 也没什么太多的点评 然后我觉得11是好人 因为11号人家 以为你要接金水是吧 12跳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渴望 也有可能是11 12双狼 但是呢 我更想的 可能是至少你不是狼 所以你可能是觉得自己想要接金水 所以呢11可能是好人 然后9号应该也像好人 然后如果12是狼的话 不做身份 7号也可能是好人 所以前这位发言的7 9 11像好人 坑就是那个井下的10 和井上发过言的8 还有你2号 因为你打1 首先1号人家是吓着你说话的 他意思是甭管12是不是渴言家 你都像好人 对吧 因为他是渴言家 你是金水嘛 他不是渴言家 说你俩不见面嘛 你是好人他是狼嘛 你打1干嘛呀 所以井下的听你发言嘛 而且跟我站边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12和2有可能作为双狼 然后我也不太去想在这个轮次 说什么11 12双狼 11跟那演什么要接金水 或者7号跟12号做身份 所以7 9 11 1可能也像好人吧 然后这几个位置先保一保 然后打一个 那井下那10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只能说如果7和11是好人的话 你可能是狼 如果710也没保错的话 然后井下如果开篮的话 可能是10 然后井上就是前这位12没聊的8 还有这个接金水的2 没了就这些 好吧 我是好人 我站边后这位 过了 4号要去发言 感谢14和周总的同时 感谢 那个12号玩家笑跟中文看你干嘛 我觉得12号玩家的那个心路历程 说要帮助2号玩家站边那段还可以 但是后面的发言我觉得他不像 好吧 那就5 6里的牌跟12号玩家对跳嘛 我去听听对比 井上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他的 他上来说 比较晚报应人啊什么的 觉得要帮2号玩家站边那段呢 是比较像他预言下的 但是我觉得后半段他不是 好吗 他后半段跟2号玩家这么有耐心 2号玩家 你 我给你解释各方面什么什么的 所以那个地方我不觉得他是 然后5 6里的牌 我肯定会对比一下 对比完了跟那个5 6里起跳的那张牌啊 跟12号玩家对比 对比完了以后 井下给编 然后感谢大家投诗 过了 5号玩家去发言 谢谢杰尼归和加拿大鹅的投诗啊 我验的11金水 然后我的井灰流就先验一个2 我再验一个8 验2的原因是 我觉得因为我没办法分辨 12号玩家给2号玩家发这个金水 是在骗他还是浪队友吗 所以没法分辨 2号玩家发言的时候说要战时 那我肯定就放不下这张2号牌了 我就直接选择把第一井灰流验到这张2号牌 然后验8是因为 我其实开牌的之前 我就觉得8号玩家有一点像狼 但是第一天没选择验他 是我觉得刚刚如果是狼的话 很有可能是狼队要起跳的那张牌 所以验了他 可能就验到一个对跳 这个是比较亏 但我并不会因为他不跳 就觉得他一定是好人 因为我觉得8号玩家起身 第一个发言工作量还蛮大的 并且我自己就刚开始 抿他像个狼 所以我就验一验 而且我听警上很多位置 我觉得比较偏向好人吧 1号玩家在12跳完之后 1号玩家去打了12 1号玩家说 他觉得后置位可能是6跟12去起跳 至少我觉得1打12 1比较偏向好人 其次 1号玩家的发言觉得6会起跳 所以我觉得16是不见面的牌 因为在1的视角里 如果他为狼 他会觉得后置位的6是预言家 所以他跟6不见面 那一会我听听6的发言 如果6号玩家本就续为狼的话 那1在我这好人面就更高了 所以我听完6的发言 再说1吧 但我自己觉得1比较像好人 然后3号玩家 我觉得比较像好人吧 因为3号玩家保了我的精髓11 其次他在那个位置说 直接要斩面我 我不太觉得乐乐像狼 4号玩家也还行 4号玩家的发言诊断 基本是没有夸过12的 全在打12 所以我觉得4也还可以 但仅仅都是还可以 不是说一定保他们是好人 我只是说听警上的发言 我决定最后的警惠流是 2号跟8号 那为什么完全不厌警下呢 因为11号玩家是我的精髓 我觉得他会投给我 小郭他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雪儿你跳了 我是好人在警下 一定会投给你的呀 因为我上次小郭没有投给我 我对他有太大的包容度 所以这次就没有什么 我就听听 看看吧 如果小郭投给我的话 就还行 小郭不投给我 我可能这次对你 没有那么大容忍度了 7号玩家就看一下投票 就没什么了 我是一个愿言家 11精髓 为什么验11 因为他上把的表现 给了我很多很大的惊喜 我在外面全程听完 11号玩家的发言 我觉得很惊喜 所以我就去验了11 8号玩家前刚后放 站边我了 那我愿意改一下我的警惠流 那我就29顺言 好不好 29顺言 因为我好像聊了一圈 留了个空是9号 那我就29顺言 因为8号玩家人家 前刚后放了嘛 那人家是 他自明确说的前刚后放了 那是个狼做出种选择 就尊重 是个好人 我不能含了他的心 你9顺言放手了 我29顺言吧 不改了 然后11是金水过了 6号玩家请发言 现在投赛 谢谢奶奶 谢谢卢卡 谢谢十四 你这么聊 我肯定直接占12了呀 你这一圈好人给下来了 哥们儿在里面 变倒过狼了 是不是 我只能占12 而且你的发言 我觉得也不太像了 你给了太多好人身份吧 三四 一也觉得像好人 什么跟六不见面 反正意思不就是 我是狼 他跟我不见面 他好人 我听不懂 十一你金水 然后景下70看投票 九 其实你没人说九上狼 八海站一面 八海好人 从坑位上 首先就不太能在你里面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是觉得一号人家 是说到二号人家 那个接了金水的反馈的 我是觉得 你自己没看 没看到那个反馈 我觉得OK 但是我觉得二号人家 毕竟也发了言 我觉得感觉可以 从发言内容上 拆解的更多一点 我觉得好像你就是 单纯的给了一个 我不知道二号人家 到底是啥 所以验一下 有点格式化的感觉 而且三号人家 景上的发言 我觉得也 不是特别的像好人 实话是说 就跟五号人家的毛病 有点像 一号人家不是明确说了吗 他说了二号人家 就像独立的好人 你们说二是十二的同伴之前 是不是得把一号人家的身份 搞搞清楚 他的发言搞搞清楚 都没有搞清楚 就要直接跨过一去打二 我觉得不太行 好像四号人家 其实没太听出来 四号人家经常发现 除了说十二不太像 前半带还行 后面说三四都同时 用了一个点 说十二防守七号人家 所以不是 那十二是 汉条狼 他也没必要这么去聊气 他装 不知道七号人家是啥 不行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双边的 就是你可以拿这一点 这样你也可以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点太单边了 我是觉得 然后至于十一号人家的话 因为我觉得三可能是狼 然后五个给你发了金水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是想拉你的票 可能是想拉你的票 其他没啥说的 八号人家 也一般 你退水的这个动作 一般本来我觉得你还行的 你给他退水 我就不太行 因为他本来他要打你是狼了 你给他退水 那肯定是不少 肯定不行 然后我说好 我警察先站一下 十二号人家 过了 警察发育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五 四 三 二 一 让警察玩家 五号 十二号 请警察玩家 最好投票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七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票给五号 五号人家三票 当选警长 其他玩家请亮蓝灯 昨夜天安夜 警长接电警所后 准备发言 四号和六号 四号要请发言 很吓人很吓人 我王哥的面大大提升 我王哥 没有 我觉得 耿雪儿的发言呢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你要是按照 上一把的预言家 咱们说一个对比的话 上把的预言家 井上它是有抓狼的 您呢 就是这井上给的位置 好人有点多啊 但别的我觉得没有问题 发言呢 一般预言家 其实都没啥问题 汉跳狼 除非是人家聊暴 正常人家保持 自己水平的情况下 你说这就硬要 找一些什么原因啊 什么的 没有的 听听王哥发 我觉得王哥有面 有面 有面啊 王哥 怎么说 王哥一下面就起来了 这井下三票 投给五号玩家 那五号玩家 眼里的话 应该更没狼了 因为十二号玩家是 我只是揣测啊 十二号玩家是对跳 然后 一号玩家 他井上倒是没怎么 聊了一句 后面其实你 秦刚后放 你没放 我看到一号玩家 没放的 你是秦刚后放 最后才放的嘛 人家八号玩家 那个放的时候 你还没放的 对吧 我终于有看到的 然后那个 一个 验了一个二 然后改二九 然后觉得小郭 如果在井下里 投给你 十一是金水 七又投给他 井上也就只能打个六 六十二 对吧 这个是五号玩家的坑位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十二号玩家里面啊 然后我会听一下十二号玩家 点着坑 我在高志位 高志位的话 因为就等于接受了一个五号玩家的发言 以及一个六号玩辅助 对三号玩家的质疑是 三号玩家这一把 他的边站得很死 直接说站边后志位啊 我觉得你们俩就有可能二十二双狼 那个地方 我是觉得比较质疑三号玩家的 好吗 当然如果三号玩家是好人 也不要因为别人打你而 自己改变自己的打体感啊 过了 正好呢 请翻译 我觉得四可能不太像狼 因为我说二十二双狼原因 包括六号玩家认为 我应该先去打一 首先我觉得一是对二释放好感的 对吧 二号玩家扭头去捶一号玩家 觉得一号玩家是绝匪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对吧 那一个人向你释放好感 你凭什么 他也没说 你站边十二 他也没说十二一定不是 对吧 那你为什么垂一啊 所以我觉得二 比一是更不好的 这是我为什么 那二不好了 而且我也不站边十二 十二和二双狼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十二不站边十二的理由 我觉得第一是 对于七的防守动作太大 当然十二可能是云人家 七号也可能是狼 那他觉得七是狼 就直接说七是狼 也没问题 但是呢 我不知道 对吧 那在我的可能中 十二有可能对于七防守动作大 然后呢 我觉得十一是好人 然后九号人家 也不太像狼 这都是我说出来的 所以坑是可能是 井上的八和井下的十嘛 对吧 五号人家发言呢 其实问题也是稍微有一点 我个人觉得啊 不代表五号人家是真语言家 人的语言家发言不好 咱也把这事说清楚了 第一呢 验二没有问题 我也认为二有可能是狼 验中好人那不亏 对吧 如果五是语言家 那么第二验呢 验九是谁 四郎井上 现在看不太行 四郎你给我井上抓四郎嘛 七是道购你的 还是十是道购你的 那你井下验出一金水来 十和七俩就在这坐着 验完二以后可以留一张吧 井下格局摸一摸 比如十摸出来是狼 那挺好 或者十是金水 那聊聊七 对吧 那你验九 九干嘛了呀 九说 对不起我好人上马头的票了 这马我再琢磨琢磨 九怎么是更值得吃烟呢 所以这是我对于五号那样的疑问 好吧 我觉得应该井下验一金水 其他俩人在的情况下 可以压一下 对吧 哪怕你甚至说 你想第一验压井下 第二验再听听二发言 第二验再验二 我都可以接受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玩法嘛 你是狼你也可以这样玩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唯一的问题吧 再听听十二更一发言吧 十二呢 其实我的疑问我已经说出来了 第二点呢 就是感觉 发言不是很连贯 可能在一边想一边说 像鞭 所以这是我不占鞭十二的原因 但是我没觉得四号人家 对于我的 这个锤打像狼人 我觉得四是好人 而且我依然觉得十一是好人 现在接金水了 我也不太觉得像五十一是狼 我说了为什么 对吧 所以十一和九 九号人家那宝的其实有二千条 就是感觉是好人 但具体是不是呢 我也不太敢一定确定 我现在心想给九号人家 还有好人身份 而且锦上 我说十二有可能是的点是因为 首先他不想要锦灰 对吧 他是狼干嘛又不想要锦灰呢 又没有狼枪这种板子 他直接打锦下 说十十一站不对边 说七号是狼 然后尤其是我没有锦上没有听证一号 然后他如果往后置位 我自己底牌是好人 他如果后置位 如果一号是十二狼同伴 他往后置位甩金水 有可能甩到医院家头上 所以我锦下再听一下十二的更新发言 五号有面 我只能说有面 但是你说二号九号顺眼 十二号起来第一个保的就是九号 对吧 他说那个九号是好人 保一个九号 他对八 他眼里没有八号对吧 虽然八号直接占免你了 八号直接退水了 再听一下吧 因为锦上那么发言是十二 你不让我占免吗 我占免你 正好看后面发言的人对我的反馈 更新肯定是要再更新的 最后以投票为准 但是三号四号都没有占免 六号是直接占免十二号的 五号只能说有面吧 但是他他说 八号退水的感验九号 我觉得九号十二号不是很像见面 你要是验九号 其实甚至可以验一号 或者直接验一号 一号一号或者一号或者十号 这样都可以接受 对吧 我紧张说一号是 他说直接能给出来 二号跟十二号不是很像见面 然后说肯定我得听完对比才能占免 他都不知道我底牌是什么 有可能我是老十二是老 他都不知道我底牌是什么 他就开始给我找不 说是我想听完他的想法才能占免 所以说这点不是很好 但是还要更新嘛 对吧 你投票被转过了 一号家请发言 有点吓人啊 金语老师的小技巧 先占免十二 听一听后 对他的反馈 学到了 只能说学到了 但是我觉得 你这么发言 我就真的 不敢保死你 一定是好人了 有没有可能二十二是两个呢 因为你是存在打五的那个点 是存他二九的警惠流 他说不厌一 他明确给了一 拆解了一的发言 而且他要听六的发言 定义一号 所以我是在六发言之后退了水的 我是看看六 我觉得五号和六号不可能 怎么也不可能做成两个狼 他要听他狼队有发言定义一号 所以我觉得警上的不见面关系 可能是五六那边 是有一个不见面关系 所以我就听一下六号 那六号 卡斯老师这局游戏 他就笃定的战编十二了 所以我觉得六号 还真有可能是狼 还真有可能 当然再听一听 因为警下三个票 全都打到五号的头上了 所以现在从格局上来说 有点分不清 但从发言上 我觉得五号发言没啥问题 至少五号阐述的逻辑 我都听懂了 警上 谁是好人 谁是狼人 为什么 哪里是 为什么咽二 为什么咽九 我觉得还行 但是二号玩家 这轮警下的发言 我觉得 不敢保了 因为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挂线 只是我觉得 他和二不认识 但是狼人也可以一眼 这个东西挂枪不是逻辑 所以我目前的战编 听完警上的发言 我可能是偏战五多一点 偏战五多一点 然后再更新一下 前面 你说三四没交战编 也要更新 确实也没有 没有办法定义三号四号 所以确实在这个位置 只能说二号身份拉平 没有觉得警上二号 一定是好人了 好吧 目前战编的话 偏战五多一点点 滚 这二号要先发言 那我留个遗言 我希望二号我死了之后 能先投五再投七 这是给你两轮的任务 我认为的狼是 七肯定是狼 然后我算了一下票 我应该是个死人了 因为我认为三十好人 然后三十好人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首先我是冤家 我晚上是有闽人的 而且我也有验人 然后我是闽了二有身份 我去验的他 所以七十狼我也可以开纯不公的跟你说 然后我认为七十狼 所以我认为我大概率吃不到警灰了 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 如果你能够认可的话 你就能够回头 因为我着重听了一下 我只会跟我认为的好人解释 我认为的狼我是不会解释的 首先呢 七十狼 对吧 因为你是觉得我对七华王家有防守动作 所以你本局游戏的你的战编逻辑是 先定我是狼 所以先定七十好人 那么如果你也说了 如果你定错了 我可以是冤家 我就是闽的七十狼 那我为什么说我警下吃不到票 你知道吧 因为九十是两个好人 他们也投不对 如果九十里面有和七号玩家见面的狼 因为他们知道七十狼 对吧 他们一定会把票投给汉条 听了明白了没有 然后你会说 他为什么会说警灰了 从八验到九 因为八给他退选了 他才去验八有明显的破绽 所以他就去验九 所以九的身份 我上来就说了 你是我的第二精髓 我就听保你的好人 所以我没有验你 是因为我怕验出来你是茶沙 精髓我觉得你肯定能站我边 然后验出来你是茶沙 我怕你会出局 好吧 这是我三号跟你的解释 我也明确给了你好人了 我也很耐心地跟你解释了 然后为什么你还有一点是好人呢 因为你教金鱼老师站边 你说我们两个是双狼 金鱼老师根本不知道边是什么东西 金鱼老师就想我这边我是狼 我就把头放地上 反正你骗我 我以后给你骗 骗到你不骗我为止 但如果他投对票了 我以后就不验他了 如果他不投 投不对票 我轮轮验他 验到他投对票为止 不要 什么 他就有感觉 我以为他警察是真的站对面了 没想到 他说我先站一下 看一下反应 然后警察看完票情都懵了 对吧 你是站边我 首先他们不敢说你是狼 其次还要验你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厂商第二天验你有什么用 这是一天的游戏 30秒 就这样吧 我只能尽力了9号 我真的是冤家 然后你投一下5号 我听饱着你是好人 然后你可以听一下7的发言 对吧 我都不说90里面有狼 你能够听出来 因为我汗跳 我 他是不是全场就找了6跟12是两个狼 6说80狼 你听一下 好吧 当然等会看完票情 大家所有人都能够回头 但是那一瞬间就已经是晚了 知道吧 因为这个游戏是有梦魇的 他们哄啥就可以了 好吧 我是远家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30号人 因为后面的发言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不知道 68里面那个狼 因为90和11里面一定有一个好人 他们那个票投出来之后 我都不想听他们的理由 千奇百怪的理由都会有 我听不着 我也评价不了了 对吧 大家也都理解一下 大家也都拿过预言家 后面有两个高配在后面发言 听不了发言 好吧 我明确给他好人是239 过了 11号的 请慢用 我听完12号这轮 井下发言我也不太能找到你 首先我是5号的金水 对吧 这是其一 其二是 我的上票理由是这样的 12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对我的心态进行了重点打击 因为上一把的事情 对吧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你作为一张预言家 我是外追的白牌 我还是井下的牌 对吧 你拿上把的事情 就一直跟我说 那我 那我肯定对你天生有反感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对吧 其次就是 我是5号玩家的金水 我肯定暂时先不会反这个水 因为 没得12一定是啊 还有就是你说 30好人 对吧 30好人 6号玩家刚才最后 是不是说三五是两张狼 他说你 听的好人是一张狼牌 前几这轮 点对点的对9号 那个对话 我觉得就像是点对点的洗头 我不像是 而且在你的视野里面 9应该是外追卖出来的白牌 这是我听感上的东西 所以12号玩家 就是井上井下发言 我没觉得他是预言家呀 对吧 井上这个位置直接就 不像 好吧 不像 因为就是 单从井上的对比发言 52来讲 我其实是 更偏向于 5号玩家的 井下在听完12号那个发言 我没觉得12号是预言家 就是通过36那段 然后8 然后我独立听的好人 我觉得是8号 我觉得1011里面 可能没狼吧 因为8号 当时应该是观察到 那个动作 8号玩家说 我们1011两张牌 在井下 是先看那边都上井了 对吧 我作为一张好人牌 我看井下 只有一张7号玩家 所以我在考虑 要不要上这个井 因为我肯定是想 让井下多一些牌 因为想给好人吃这个井灰 然后 但是我不知道10也在井下 我以为井下 可能就是711两张牌 所以我觉得8号 把这段分享出来的时候 还挺好的 但我可能也不觉得 10是狼吧 因为10跟我的上票是一样的 再加上12这轮的发言 我很难占变12 对吧 因为你自己说的 你只对话好人 然后你去聊3 3在你眼里是好人牌 6说3是什么 6说3是定狼 说3 5都是两张狼 你又不评价6 你说6 8里面可能开一张 1011里面可能开一张 咋占面你 对吧 给个视角很奇怪 没有理由 而且你说你验2 是因为一些场外的因素 对吧 那你验我呀 我开拍说你是定狼 说你是板狼 对不对 可以把我开了呀 我作为你的无敌金水 我给你猛猛冲锋 是不是 笑什么 你要是验我 板金水 我直接占面你 给你猛猛冲锋 所以 心路历程上 我也不太认可 每一条都是严丝合缝 自圆其说的逻辑 12号玩家 走好 过 我是好人 然后 我说一下吧 我为什么投给5 就是点评一下 12号的发言 其实他说 景下10号跟11号 上不上对票 然后怎么着的 这种其实我觉得 无关这场游戏嘛 但我觉得你第一个视角 应该得进8呀 因为8在你的前之位 刚发完也 然后数保了10号跟11号 然后别说我俩 不见面 感觉看了一圈 然后看好像景下 人少就留在景下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 第一视角 关注到这个8呀 然后你就只是 随便留了一下 10号跟11号 你到最后才聊了8 就是最后的时候才聊8 所以我就觉得 你好像不太敢聊这个8 我都有点怀疑 8号是你们对的 就是不太好 而且8号那个退水 我也没有觉得多好 因为8号 因为5号留的8 5号也怀疑8号是老 然后8号在那个位置 退水也有可能再躲焰吧 反正我倒不是 打死8号是狼呀 然后再拆解一下 他说他找到的狼 是5号跟7号 然后他说 6 8开一个 10 11开一个 那你说 5号跟6号能 是队友吗 然后1号也说了 5 6不见面 那你就是说 5号跟8号是队友呗 5号打了 8号是狼 然后8号 方便让8号倒沟 然后8号一个退水 然后又是意思着 我就要冲 就是这意思呗 你5号 8号 感觉也不太像见面啊 然后你说6 8开一个 然后10 11开一个 那我是好人 你认为11号就是狼 然后 那 确实是 我好像没有太大 就只是 只是因为警察的发言 你的视角没有太近到8号 所以我就会觉得 不太像吧 然后我觉得3号也是好人 因为我觉得3号 聊的那个 就是每个 每个人基本上都点评了嘛 然后 然后是2号 2号好像有点改了 8号的 3号的发言 3号不是说 听了4的发言 觉得4号偏好吗 然后 但是2号说的是 3号 打了4 什么的 如果我听错了 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2的发言 也不是特别好 2的发言 好像还是 想站编12的 所以说 然后我听长男 也挺好的 所以说 我可能还是站编5吧 然后我就过了 9号呢 请发言 1号 5号 7号 8号 直接交卷 我直接交卷 因为 不成功变成人了 我这把不成功 站此12号编 好吧 12号是 钢铁 预言家 我把身份拍出来 我是女巫 因为我觉得 7号是狼 所以我直接拍 然后饮水是4号 希望大家能 站编一下12号 好吧 理由讲清楚 为什么我要站编12号 首先 12号 锦上给我释放了 足够的善意 我认为那是 真诚的善意 我感受到了 那其中的爱意 所以我锦上 就对他的发言 特别有好感 虽然他一直弄 弄混淆 混淆时时 一其实是在锦下的 不是九时 然后5号玩家 为什么不是 首先他锦上锦辉流 流的是2号跟8号 他的精水 是锦下的11号 那我认为 第二验 如果去验锦下的10号 会是更优的选择 因为他已经验出来 一个锦下精水了 以至锦下一共三张牌 所以如果是2号跟10号 这是更好的 其次 我退水 我锦上退水 我不是要站编 那张5号牌 就是因为 什么叫8退水 他就不验吧 那我退水 他为什么突然还继续要验我呢 而且他要保这张3号牌 虽然你说3号是好人 但是我要把我这个想法 是一步一步怎么转换的 我要 可能我听三十郎 你能听出3号是好人 3号玩家 锦上保的牌是 1号 7号 9号 跟11号 这是3号玩家 锦上的发言 锦下 说要 然后5号玩家 听完3号玩家的发言 直接说 3号玩家是好人 这是怎么给住的身份呀 然后3号玩家 锦下 锦上觉得我9号是好人 锦下一会儿说9是好人 一会儿说9不是好人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是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是啥 我想想 我刚刚总结出来 我忘掉了 总之我点的狼坑 就是1号 5号 7号 8号 8号玩家 你就死一下 你们在笑啥呀 我 我是女巫啊 我是女巫 然后银水14号 今天 今天头5号呀 你们在笑啥呀 我觉得我没站错 我真觉得没站错 然后5号玩家 锦上的 发言的锦会留 我觉得留的也不是啊 那3号你可能是好人吧 那我今天头5号啊 我是女巫 我过了 方号呢 请发言 谢谢周伐和凯烈子的头视 四确实是银水啊 为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要跟我对调女巫呢 我也没想明白 是替谁找这个女巫啊 四是银水啊 四是银水 我是女巫 12号说 他保的铁好人是349 太夸张 我不知道啊 两种可能 但是9012的队友 这台拆的也太狠了 12说90铁好人 9站起来 打12的队友的脸 让我们就 12是预言家 保错了9 那水平也太有问题了 那我选择投死你啊 你保的铁好人 跟我对调女巫 怎么办 其实锦上我是没懂啊 因为6号 我是想了想锦下的格局 5在给11发完精水以后 11那票很难不投给5 锦下7号玩家 只要是好人 这票大概率 我说假设12是 那个狼嘛 5是愿家 那其实5已经吃到 711两票了 那10号玩家的身份就是X 因为10是一个狼 也不能冲锋了 因为在他的视角 锦下711是两张白牌 11接了5的精水 会给5投票 7是好人也会给5投票 他的冲锋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同理也就是 6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他给12的冲锋 好像也没有意义啊 对吧 如果71是锦下的两个好人 因为他的冲锋 并不能帮12号玩家 拿到金灰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没太懂啊 6号玩家 锦上给12的 包括9号 就很诡异 我就觉得6跟9 如果作为12的狼同伴 真的很诡异 都在干一些 就是没有收益的东西 但是我又不太想 盘懒对的收益 其实就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12号玩家锦下 给的铁好人 12号 不对不对 今天投一下12 因为12的精水 跟我对跳女巫了 他的第二精水 9号 跟我对跳女巫 那我投一下12号 那个射梦人 就打进攻就行了 不用来保护我 那个晚上梦魇 要恐杀我的话 愿家能验人 你去打进攻就行了 因为你如果来保护我 你被找到了 是我俩 我们两个双神 一起死 我跳出来就是 震一下视野 因为不能让九成立为 所谓大家视野里的单边女巫 四确实是第一天的饮水 好吧 然后因为9号的刀口 抱的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9号的底牌 肯定是狼人 射梦人一定去打进攻 不要来射我 因为狼人人 就算梦魇来梦我 刀我的话 也只是少一瓶毒 我们的领 只要今天推对了 紧推是领先 但你如果来射我 你被找到了 我们是直接走两神 紧推落后 所以一定要打进攻 30秒 好吗 那就这边下午吧 12头了吧 你要是不幸保错了9号 那你一眼给大家忏悔一下 好不好 忏悔一下你的第二金水 是怎么个事 我过了 7号呢 请发言 9号跳女巫之前 我以为她是梦魇 你知道吗 因为12号 一直在跟我们强调 9号你这盘 你就跟我站边 你真站对边了 特别像是一个 自己是一个预言家 然后9号是 是一个好人 在劝9号 站自己 其实她做的 就是不见面关系 她就是做 做9号事 不见面关系 我以为9号是梦魇 那9号跳的话 那就是小狼 怎么办 第二金水 还跳了个女巫 怎么办 12号 你别自保 你别自保 终于能让哥们赢一派了 谢谢 这不得感谢9号 这也好好说 这不算拉爆 因为真女巫 也会思考了9号 是谁的同伴 我觉得9号这个操作 也不算拉爆 就是很正常 很正常 因为可能你传递的信息是 想让人家可跳女巫 反正是你的问题 然后 6号肯定就是了 6号其实好像也很难像梦魇 梦魇会勾 梦魇会勾 还有个认为 你可以验下2号 2号得吃宴 2号是得吃宴 3号我不知道 但是你那个 咱好好聊聊 你说5号 景徽留不应该留9的这个问题 你因为这个不跟他斩边 我觉得没有道理 首先人家想验谁是验谁 你认可他验 第一景徽留了 他第二景徽留想验8 8号放手了 是想站他边 然后他把景徽留改到9 我觉得挺合理的 你可以认为他验9不合理 但是人家说了为什么验9 对吧 没有人能够所有景徽留都能 深入所有人的人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你是好人 所以我 咱们商讨一下 我觉得人家景徽留的还行 这就跟你上一把那个事 就是上一把6号人家说的那个 就是你不能因为他的东西 跟你不合理 你就不在那边 起码他解释了 对不对 他起码人家给你解释了 为什么留9 对吧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1号人家厉害啊 这边站的 这都能站这边 真厉害 今天进步非常大 第一盘还跟我配合上了 挺好的 6号人家聊聊吧 6号怎么办 那你就只能说9号是5号的同伴 在电飞你和12的团队了 那那你没办 我觉得9号这波跳的挺好 只是因为不知道8号是女巫嘛 原因万一 这也就是运气不好 对吧 那你没了 今天先出12吧 然后那那些工作就就5号要想安排就安排一下 我就不管了 可以啊 赢一把 那就先出12 然后然后没了我过了 6号人去翻演 你俩都都练过 你俩肯定都练过 肯定都是去北颖进修的 这演技演得一跳跳的 这很夸张啊 你们这俩 我是圣墨人 我第一天盲事的班 这晚上别读吧 不是 不是 别发言 你这一直笑 搞得现在 很夸张 我第一天盲事的吧 所以我锦上我直接打了他 锦上直接打了他 然后 我觉得七十梦也 然后今天投一下 投一下5号要想 别搞得一副 我搞错了样子 不是 你们不会觉得 你们笑两下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自己站错边了吧 不可能啊 然后我肯定是认为 9号人家是那个 女巫 然后我自己点的狼根 是4号人家 5号人家 7号人家 8号人家 我觉得4号人家是自刀的小狼 我觉得4号人家是自刀的小狼 因为4号人家几下的发言 我觉得是没道理的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 在那边看了票情之后 就觉得忽然12号人家就有面了 你没有更新过发言 所以3号人家当时 我紧上是觉得你是狼的 但紧下12说你是好人 然后我听了你紧下的发言 我也没觉得你很像狼 反正把你身份拉回来 然后1是好人 2是精水 我觉得坑位就是4 5 7 8 然后我先说一下 8号人家是我 第一天设的 然后所以你晚上不要去读 8号人家 不要去读 因为我双设可以直接给他搞掉 8号人家反正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然后你读的话就读7号人家 我觉得7是梦魇 我觉得这个4号组合里面 4 5 7 8 4号人家自刀小狼 五是汗跳 因为8号人家不可能让9号人家 作为一个场上的名号人 做成单编女物 他是不可能让9号人家 做成单编女物 这道理能懂吧 因为9如果做成单编女物 场上的玩家 其实说难听点 就闭得眼睛就头部8号人家了 然后我跳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第一天设了8 我第一天不设8 我是不可能跳这个身份的 因为梦魇板子 我是不可能跳这个身份 没必要跳 但我因为第一天设了8 我要安排工作的 然后因为正常来说9 不是肯定读8吗 然后梦魇可能晚上会梦我 梦我的话 因为梦魇他只能在我们两个里面去选梦 这个到底能懂吧 梦魇他的 我们有好神阵营 有两个追伦次的 一个是圣某人 一个是女巫 但是梦魇他只能梦一个 所以我可以跳出来 因为我梦了一个狼 我可以打配合 然后就出独气 我双梦双射8号人家 好吧过了 5号人家请发言 还愿2 然后再加一个424顺眼 怎么说 还有一个神是什么 猎人 明天再安排你最后一个队友 跳个猎人呗 直接你们四神罗打 好不好 我觉得坑6 9 12 最后一个 我最后一个真的不是很确定 没有那么确定 我其实 我觉得本文看完圈圈投票之后 我应该能确定了 我井上是觉得4号玩家 比较像好人的 但是他井下画风一转 有一点点忘风 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这么发言了 他本文就一定会行使 他的底牌该做的 就如果他是个狼人 他一定会冲 如果他是个好人 那他也能站对边 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最终票行 所以没那么确定吗 我井回6 924顺眼吧 好吧 然后别的就 就没有什么了 因为我觉得听完一圈发言 大家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吧 9号玩家 大家有见过 他拿女巫牌在第一轮 跳出来站边的吗 应该没有见过吧 而且9号玩家 井下打的狼坑也不对 那6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还能打4号玩家是张狼呢 你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射梦人 你严严的狼坑 578呀 然后带个1号玩家呗 这不是都已经齐了吗 怎么还能整4号玩家 是个自导狼呢 所以这个点 4号玩家也可能是有被动狼面 因为6号玩家莫名 点了一下4号玩家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别的就没什么了吧 我跟乐乐解释一下 燕酒的那个点 其实井上都 我很明确 我保了一圈的牌 但我唯独没有聊的一张牌 就是9号 是为什么 因为王宝宝是一张狼人 他在那个位置井上保了酒 其实那一刻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我觉得经过上把 他是一个狼 荣耀 如果这把是好人 他应该会打一打荣耀 得教教他站面 所以他从那一刻 保完酒之后 我就心中觉得 9号玩家是 有可能做他队友的 但是这个东西 没那么大必要聊出来嘛 所以当8号玩家 退水的那一刻 我的第一视角 就直接进了9 这是为什么我想研究 其实我心中 一直都对90号玩家 是有存疑的 那也确实没名错 他确实是一张狼人 8号也没名错 确实是一张女巫牌 然后安排工作 我今天会出这张12号牌 然后射梦人 今天晚上 你一定要去打进攻 因为我们现在是 紧推领先 如果防守的话 可能会造成问题 所以你就双射6 但如果你第一天 射了6 那当然是最好 或者是你第一天 可能你会看完投票 你觉得你射的是 最后一个牢 你去双射他也行 但是9号玩家 就没必要了吧 因为8有可能 不吃梦的话 可以去读9嘛 我是这么安排的 然后就双射6 或者你觉得 外之为最后那一张狼 你第一天射的他 你一会开完票行 你也可以去射他 然后我的请问 6就24 今天投一下12号玩家 我过了 说玩家发言结束 警察归票12号 官方人家请做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1号 2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10号 11号 投票给12号 9点5票 3号 9号 12号 投票给5号 3票 12号玩家9点5票出去 请他表演 我警察没有点你了 是因为我感觉就算了 你听到没有 我感觉这个警下 这两位大宝贝在警下 我想想我也没有想过要吃警会 我已经想过我要出去 我数完票 我就知道我要出去了 但我没想到 你恶劣到还要跳什么 寿梦人 你知道吗 这真没必要 就我 这已经在天上飞了 你知道吗 我没下来过 听得懂吗 然后 就是 不负众望的二高 你看到了 投的12 恭喜你 我轮轮验你 验到你死为止 好吧 你不会觉得 别让我等太久 好吧 外面的面要凉了 太离服了 不是 我警上只听了9号的一轮发言 我没有打你侍郎 是因为 六打了 三和五 对吧 他说三五顺验 九是我 因为我当时保九 是因为警上 我确实没有听出来 他是狼 那警下十和十一的票呢 我听不到他们发言 还有以及你的发言 我其实这个位置 我想赢 我可以归六的 但是我想想算了 你听到没有 因为我听了一四的发言 让我有一点 就是四还好 一说二 二十二肯定是两个狼 就是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和游戏没有太 当然我保错九是我的问题 我保错九是我的问题 然后五六七肯定是三个狼 我不归你是因为 没必要 你知道吧 就像每个人都有倒沟狼 碰到这种过年的时候 你警上听完发言 你就已经过年了 对不对 看到警下 七合两个大宝贝在警下 他说我为什么不厌他 他开牌就说我是狼 我厌他 他说我给你精神蒙蒙虫 你到死都不会知道 谁是愿家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战边的东西就是 你呢和陈明俊 唯一的一点呢 就是你们玩游戏 只玩摸完牌的最后三秒 就是猜 猜对了就赢 猜错了就输 什么叫我跟你没有定计 我看到七十郎在警下的时候 没有想过要警会 我警上就是这种 生存意志很薄弱的 只是我想 那个时候我是 因为你是八号 你是给五退选的 因为六打了你 打了三 站边的五 我警下听三十好人的情况下面 我就没有点六 因为我毕竟没有听过你的发言 和十和十一的发言 对吧 现在你们对跳了 你们两个对跳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五六七三票投赛我 那我知道狼是 狼是五六七九了 听得明白吗 不是说我不能保错人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发言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听完九在井下的发言 我是八号 对吧 我还保他是好人 你作为七号 你跳个女巫 说我保错可以理解 我没听到他发言 我从头到尾 就听到他井上一轮发言 我保他的意思 因为我想十和十一应该会出一个狼 对吧 因为我是假设论 因为十和十一不出狼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不用发言了 因为十和十一是两个好人 带着四个狼 就把我头死了 这狼人杀不仅仅是逻辑 还是一道很深奥的数学题 我昨天一直以为是画罗根 也不知道罗庆根 反正那个数学家 我回家摆读了一下 我已经知道了 我每天玩狼人杀 并不是玩逻辑的 我是玩数学的 就看场上大宝贝的数量 大于等于二 还是小于等于二 我前面大宝贝 我拿个狼的时候 大宝贝大于等于三 活赢 对吧 七号平民老师中刀 我们也赢了 今天大宝贝大于等于二了 对吧 还有一个大宝贝 我已经验过了 好吧 发现到 恭喜你啊 我又拿狼毕验你啊 过了 警辉 警辉 哦 猫背 猫背 猫背不好 你说入戏太深 天黑请兵 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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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表情 三二一 天亮了 对生死 组王射击部分签后 一号 七号倒台 没有一言 射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一号 七号请立场 警长决定警所或警发言 四号或六号 四号 请兵 四号 四号 准 三号 三号 四号 三号 因为那个 我是 因为我觉得 王宝 我发现的时候 真的还可以的 然后但是 而且两边都说 九号玩家 是狼嘛 对不对 然后两边的坑位 都是九号玩家 是狼 然后六号玩家 因为莫名其妙 打四 其实四 这个位置 根本不进视野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 只要 只要不提 这个数字 就可以了 所以六号玩家 我觉得他本身 因为你看 十二号玩家 他没有队友 所以六号玩家 在那个位置 选择 去电的话 我有想过 他是不是电的 但我觉得 想的简单一点 可能就是充满 而且因为 反正就是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十二号玩家 发言 我觉得还行的 然后挺好的 然后最后 那你 最后是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 然后就先 把他们出了吧 过了 三号玩家 请发言 我是觉得 你看六号 在五号 眼里 不是狼吗 对吧 因为六号 站编十二的 六号说四是自刀 那意思就是 你也要言四 二四顺言 然后 你也认为 六号玩家 告你 他狼童半是自刀 是吧 所以我接受不了 就投了五 懵的 然后 先出圣梦人吧 行吧 先把圣梦人投了 也行 因为我觉得五不是 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首先你看 咱不管 好 退一万步说 五十预言家 你不是设的吧 你被梦了 是这意思吧 那也投你 好吧 先投圣梦人 然后明天再投 预言家 没有 就这些 因为五肯定不是梦眼 对吧 就外之位投 然后八要是被九电走的 那也可以理解 九不是投的五吗 怎么九成狼八成 女巫的 确实行 那就这样 我就 那梦女不能不刀你 梦女刀谁 得刀一去了 这不搞笑 所以先投六 过 二号你再请翻译 投六 六肯定是狼 他昨天说 但我没 我看他票情 就知道我知道 谁是预言家 他说 那个 他是圣梦人 第一天梦的八号 然后让 然后他说 双扎扎死八号 那他要吃刀怎么办 他让吃刀让女巫不开读 然后 九号 他井上跳的女巫嘛 十二号说是他第二金水 这样 我先投六过了 十一号那请翻译 回头啊 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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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霉红布条 一会给他扔了去 哇 王哥 不好意思 王哥 主要我井上说了那个 就是他说 他保的三门 六打三 结果他事也没进六 我就 站错边了 回头回头回头 过了 十号呢 请翻译 那大家都回头了 我也回头吧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啊 为什么九号不是投的 五号吗 为什么八就是那个 站错边的女巫 九号就是狼了 这个视角咋开出来的 在他的 在十二的预言家 视角里面 不应该是九号是女巫吗 为啥说保错久了呀 而且九号也投的是 五啊 然后为啥就说八号 那啥 因为我也不 我 我不知道死亡信息嘛 然后大家都回头了 那我也回头吧 我就过了 但对啊 你是什么人 应该梦 你看你啊 你咋没死 我就过了 九号呢 请翻译 所以他发现不好 九点五票出局了呀 我是女巫呀 那你等会就拍一下 找到没 那就找 肯定先投六啊 狼是五六七八 我读的七 那一不就是被 我为什么读七 笨大狼读的啊 因为 六号 不是汗跳了吗 你不是跟我汗跳吗 我就读一下 这个 那不是体跳了吗 所以狼就五六七八 我就读了七 一号就是被 七号玩家 孔刀的生命人呗 只能这样 那现在 我是女巫 也名在台面上了 头完六 哥们儿就没了 那你们就拍一下呗 你就直接找个列 直接拍拍不就完 这是白事儿了吗 还在这儿 磨蹭上 你看这三位 五六七八 我的天哪 肯德基豪华狼队 太夸张了 太吸引了 为什么不给我上一下这样的豪华车队 然后 没啥了 他们肯定就拍刀了 就 今天就头六号 没啥 过了 我是女巫 我是女巫 尹水四四 然后感谢个头十吧 感谢秦许诺 感谢突欣星 感谢这个 乌鲁 感谢凯丽子 感谢大拉棒 感谢卢卡斯 感谢威威 过了 八号我再请发言 那你现在从车上下去 把牌给我换过来 可能首先是 应该再多思考一下 我就觉得六跟九 不太像十二队友的 干的都是无用功的 不仅无用功 给那船使劲往下凿 但是我又想起十二那句 第二金水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第二金水 太过分了 读的七啊 觉得七应该是梦魇吧 那一不是老舍吗 找到老哈没有 没事 至于三十问我 为什么是女巫 明天我就死了 明天你们就知道 为啥是女巫了 因为他们狼刀领先 不可能不砍我 不用找 不用分析 没关系 然后外周围的好人 建议直接喊过 对吧 你们这轮最好的发言 就是喊过头六 我可以反发言 因为我是明女巫做着 明天呢 喊过头六 然后我吃刀了 喊过头九 最后头五 不过他们应该要拍了 你找呗 那一不是老舍吗 我想了想 晚上可能我不吃梦 因为是恐杀舍梦人 就算我独刀梦眼 你们老刀是领先 所以一肯定是舍梦人 这刀路应该其实是梦眼 有点问题吧 确实最后应该多想一想 应该想一想 九十电飞的问题 那你们找到猎人就拍马 找不到就再说马 下一轮 我死了以后喊过头举 过了 六号玩家请拍摇 八号玩家别演了 咱们就拍他们 干嘛演什么天天的 不是说你九号玩家的 说错了 号码说错了 还赢 我们拍到 真拍到 你说你 你说拍不拍 你看跳 我可规矩了 你说拍不拍到 你点头 你点 你不点我回家自包走了 不点头 那我过一下让他发言 五号玩家请拍摇 我肯定拍啊 就八十两刀就结束了吗 没有什么位置 哎你干嘛跟我对话 我发言时间 不是你别跟我对话 你看小郭的表情啊 我说八十两刀结束 这个时候就看小郭的表情 他是那种被找到的表情 你怎么不看 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你干嘛 你又跟我对话 这一瞬间的表情已经在演了 要看捕捉那一瞬间的表情 小郭当时是想要走人 还是小郭说 啊你们拍错了 没找到 我喊声拍刀 我们再讨论一下 拍刀 来 我刚才跟你说 我刚才点兵点将 点完了点的是十一 你看 点兵点将 点到哪个哪个 就是猎人十一 真的吗 然后呢 你说八十两刀的时候 一开始第一反应 我直接没看到 但后面是不是 然后你说 他嘴角忍不住了 小郭忍不住想笑 所以代表拍错了 所以他想笑 对 而且十一不敢看我们 他敢看我们 十一从头到尾 就是盯着看那个侧面 他不敢看我们 有道理 那就是十一 荣耀你觉得呢 你看两方面 上帝旨意告诉我们 我们刀十一 我们的敏项也是十一 但是 如果错的话 那就是 威哥就要 上天不让 对吧 上帝的旨意 有道理 八十一两刀 我们八十一两刀 狼人胜利 相信 相信 相信的力量 我们就八十一确定了 嗯 快点 小单位 小郭又小了 我先说好了 那个上帝跟法官是两回事 哦 对 上帝是 跟他没关系 对对对 八十一 真的吗 真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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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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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最一 我刚一直在笑呀 不是我录 我那个 我录 我录 对 他爸 他爸 我录 好 给各位大门老师 分享盘本游戏 原家十二号 女巫八号 猎人十一号 寿梦人一号 梦魇七号 狼人五号 六号 九号 平民二号 三号 四号 十号 首页 梦魇空过 寿梦人兽 为梦游者 狼人击杀 四号 平民 女巫药 救气 行程 平安 也当夜 约家验证 二号 家为好人身份 上警团节 五号 汉条狼祸的警惠 第一天白天 十二号 约家被公投出局 入夜 梦魇恐惧 一号 圣梦人 圣梦人无法行动 当夜 狼人击杀 一号 圣梦人 女巫毒杀 七号 梦魇 一气双死 第二天白天 狼人选择拍刀 拍八号 出范狼视频 来杀 在家也玩面杀 版型随心配 欢乐多一倍 可以到各大名商店 来下载范狼APP 跟我们一起玩 来杀 本周六的下午两点钟 会有我们的网杀比赛 就是在范狼上开通的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下载 然后尝试去把前五集的 新手任务过点 或者用答题的方式 解锁做模式 我们周六下午的两点钟的 这一次网杀比赛 是我们这次的主播邀请赛 然后我们会有 都是主播来参赛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 及时关注一下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 平时都到他们的直播间里面 来跟他们聊聊 谁有赛的相关资讯 然后他们都在 范狼这款PP上开 另外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关注京城大师系列赛事的 其他赛事内容 及节目内容 我们的播出资讯 每周一都会更新到 我们的官博制定链接 小金一周行程安排 大家都在可以上面看到 哪一天我们在 哪个直播间 播出什么样的内容 刚才这局是梦眼舍梦 已经很久没有 在大师赛上玩过了 然后我们七号人家 终于赢了一把 让七号人家聊聊获胜感言 邀请 当我耿姐说 80的时候 我都释然了 我觉得真是赢不了 真是赢不了 后来还行 砍了个11 真是赢一把不容易 谢谢走你的嘉年华 感谢走你的嘉年华 不能正常玩 谢谢车车 抖音一号 很正常的办法 很不太能赢 就得用点什么 跳身份什么的 真赢不了 真赢不了 谢谢水涂涂的抖音一号 谢谢水涂涂 这把还可以 这把受难者 就是王成龙了 挺好的 让他也体验一下 挺好 挺好 真挺好 谢谢 利欧的抖音一号 感谢 感谢 谢谢利欧的抖音 真的演 不演 不演赢不了 不演出局 赢不了 谢谢楚楚的抖音 谢谢楚楚 感谢楚楚的抖音 不然赢不了 确实是赢不了 因为我夜里 我说10和11轮开恋人 我想让他再听一轮翻演 结果没听 没听 拍队也挺好 谢谢在下路人家的抖音 感谢在下路人家的抖音 真是赢不了 这盘 诅咒是在战队变的 诅咒是唯一战队变的 诅咒为什么战队变的 我也没太懂 诅咒为什么战队变的 我也没太懂 其他人知道错编是因为我们有两个 两个身份都去 就是两张栏牌都去 都去垫 垫票了 把票垫了 把票垫了 所以 还行吧 还行吧 谢谢扑扑的抖音 谢谢扑扑的抖音 谢谢球长大人的抖音 谢谢扑扑和球长大人的抖音 我好像真的输了很多把了 能赢一把不容易 12归6 6号战边12 12归6 有可能能归得出去吗 不太 就是12归6 好像没有道理归6 6号的景象战边12 12那个位置归6 好像也没有 没有什么道理能够归到6 对吗 就是6号说战边12 12归6 好像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如果你要按照不背锅的这个东西来讲 6是能够归出去的 因为 因为12 因为6战边12 6号战边12 那6身份低于12 12要归6 6号出去是狼 那看别人怎么认 就是对待这个事了 那等于12号擅自把轮次改到6 那如果12号能拿景辉的话 是可以归6的 不 不想想 12号拿景辉归6 是能归得出去的 12号如果有景辉 可以归6 归得出去 但是是5号的景辉 末之位6号发言的话 就归不出去 因为 除非是这样发言 除非是景下发言 也让6先发言 6号说战边12 12再归6 那出去了 但是这样的发言的话 12要归6 6号就可以 跳个身份 站5了 或者不跳身份 就是要出12就可以了 嗯 给不给空间的 还好吧 我觉得 不容易 但是 但是KS跳那个 打4号 但是KS跳那个 跳舍梦 打了4号是自刀了 那个我觉得 有点夸张的 但是票太多了 其实也不错了 我怕到时候 我怕有人会明白过来 就是有可能会明白过来 什么意思 9号不读读我 这晚上给你砍了 你怎么办 这个能读到我 这不读你不是更拍到的 太夸张了 这边就会被这边 被这边卸废了 这样子在哪儿就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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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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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诅咒怎么投对 也是也是很 四圈懵的 嗯 应该有点谦虚我感觉 不太 这只是说是懵的 有点谦虚 这有点谦虚 这为什么呢 哟了 哟 哟了 等你300吧 300谢谢爽 行啊 怎么在那边呢 6x34 34那是个后分 6x34刀狼 5 还厌刺 6x40刀狼 6x40刀狼 6x45刀狼 6x45刀狼 - 没人聊死的,那边六五在那里就拉了,为什么要把这都拉下去,没人聊死的,你别似着拉他,对不对? - 嗯,也可以,嗯,也可以。 - 行,真好啊。 - 哎呀。 - 还都吃,还都吃。 - 还都吃,还都吃。 - 变厉害了,水平,现在变厉害了。 - 真变厉害了,进步了,进步很大,现在。 - 来吧。 这会不会玩 人老乐乐都骗不了 还挑原家的 他先笑的 他先笑的 我想到好笑的是不是 你想到第二击水 他笑我得笑吧 他只要他笑我就笑我 我俩是同身份 你笑的比他夸张多了 什么 笑出包了 什么 什么 只有 39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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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1号怎么找到 你们认真在问1号怎么找到的吗 你们现在观众问1号怎么找到这个问题 是认真在问的吗 因为1号很少站错边 所以1号玩家站错边了 那能因为什么票被垫走了 一个垫走了女巫 另外一个6不就垫走了1吗 你们真的不知道1号怎么找到 我们三个人 我们五六七三个人都同事 1号不是名的生梦人吗 那你们现在听明白了吗 这个1号怎么找到的 因为1号很少站错边 他这轮站错边肯定是出现什么问题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8号是跟9号对应的 6号就只能跟1号对应 这个能明白了吗 好欢迎给我回来 京城大赛第13季新和漫游正在播出当中 本比赛是由泛狼冠名赞助播出的 泛狼视频来杀在家也来外面杀 版型水星配欢乐多一辈 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我们最近京城大赛的各个动向 1月27号会是我们2023年度 京城大赛的年会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邀请我们的DAM老师 以及对于我们节目做出突出贡献的 网季的2023年度获得最佳DAM老师奖 还有我们的4号员同时榜单 排行前名 名列前茅的这些4号员们 一起来北京跟我们来参加年会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 我们小金一周形成安排上面 写上的各项的直播内容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高校联赛 正在进行团队的报名和招募 如果说各位是高校联赛的感兴趣的 而且是高校里边的社团负责人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官博 找到我们的招募海报 然后来征报自己的赛点 然后同时可以把团队的 这些想要报名参赛的成员 一并征报下来 个人的报名区条 将在1月31号之后开通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官博 第三个版行为 吉下狼通理师 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局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吧 来 吉下狼通理师 一个人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地方 吉下狼通理师